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往房顶订的 这是凉好距离的可以踩 踩上去 然后上面也是在凉这个距离 因为每根蹭距离是不一样的 这是废料 没有废 从中央下轨连 出凉文字幕志愿者 好 它是在背料 它在整个料 然后跟它上面上去 然后这下面是在做这个 工作中的男人是有魅力的 美国这边的墨西哥这种老墨阿米狗都是很壮的 身体很棒的 身体很棒 你看一个是蓝土镜 一个是红土镜 他们自己很 这是美国的一个新的住宅 建得很快 我们上一次来还在交地基 这次来已经是高楼平地起 它是要定那个架子 定架子它好踩上 踩上以后好往上上凉 这有很多的工具的架 它这个排钉枪可以排钉 方便它四处走去坐 这就是浮沫相当的 但是它是非常丰富的 它是否这边 这是一方向有风 好 那边有一个设定墙 看着活子很帅 下面这个是订了一个人 上面是要不断的订 他现在正在选料 选一块可以切割的刀 然后两个人配合做工作 这边都是这种长胡子 大胡子 这是房屋的结构 这上面的结构 所以安全一定要注意 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这边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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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它现在下面是搭的有桥 所以它现在是在拉的有线 线的话就感觉到会很 OK 但是说借光借光借光 这是它拉的线 现在它要上料 这个是个大公 下面那个是个小公 但是它会说英文 或者说它是个包公头 它是个公头 现在它在下面 这边还是很危险的 有点所以要注意脚下安全 它在选料选一个那个的料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图纸 这是它的图纸 哎呀图纸 这是房子的图纸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纸 一种创造 你看老墨比较有劲啊 扛着这么粗的板子就上来 一个个壮的 跟牛一样 比那个水浒传三冬好汉 一百单八将的那种好汉一样 里奎 这种黑线公主奎 叫陆五号子吧 它在避开这种 层次的足够图纸 然后我们趁着看一下这个房子 它是按图纸才建造 每个房子是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 有图纸 好了 现在已经上来了 已经有新的料上来了 干活的男人都泛着光啊 泛着金光呢 现在看到我的车了 亮光的地方就是我的车了 这是你的新区 新区就是 很多房子在建 新房子已经住住了 你看这边是个大的院子 这旁边是有一个 也是一块地 在卖 这旁边住的 你看有车 住的有人家 好 下次 Gracias Wendia Amigo Wendia 这边说西班牙语 就西语 墨西哥都是说西语的 所以会一种语言 采访是很有帮助 这下面是线 小心的 小心的线 然后我们现在走出去 我们现在可以穿越 穿越这个 这是饮料 老沫喜欢喝的饮料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饮料是什么饮料 也是一样 这是他骑的 骑的这种管子 老沫看到拍他们 也是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拍吧 拍吧 可以记录一下 我们的真实的生活吧 这是个建筑 好了 让我们回头再看一眼 这就是美好的生活 班纽 太阳高升了 温度会高一些 现在是温度最高是100多度吧 大概就是38度 室外更高了40度 所以他们要骑的早6点多开始 干了 辛苦了 建筑人 向你们致敬 在世界的佼佼罗罗建造新的房子 这是美国的新房子 拜拜